好久不见各位观众 马上带你来看现场最新画面 记者目前人就位在这个新北市万里区的万里国中 那可以看到后方呢 现在是有这个机具来进驻 并且呢来清理这些水沟 还有收减树木的部分 因为呢在昨天下午这个淹水 一度是来到了这个膝盖的高度 导致呢这个积水呢 还有冲带这些泥沙 全部都进到这个水沟里面呢 导致呢可能稍后啊 如果雨是再大一点 可能就又有淹水的状况 因此呢相关单位现在是赶紧的过来施工 要来避免这些状况进行 那其实呢现在这个部分呢 现在是在万里国中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除了这些机具进驻之外呢 其实地面上还有一些泥沙来进行淤积 不过呢厚度大概都只有大概一公分以内 可能没有到非常的严重 不过呢当时这个淹水的情况 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呢 也就怕说可能尸身会有危险安全的顾虑的部分呢 因此当下也是紧急的进行撤离 那其实呢另外啊在这个另外一个大捧国小的 其实他们的淹水状况是更严重的 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整个的地板呢 还有这些走廊 他们满是这个泥泥的部分 而且这个清除是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现在其实有不少的这个师生 老师是回到了学校来帮忙进行清扫的部分 而昨天呢在这个大雨一来哦 这水一烟其实是急忙撤离的全校师生 大概有六十几人 包括说有四十名学生还有二十八名的教职员工 那另外呢如果有学童因为家长没有办法接送 他们也先被送到这个区公所来进行安置 那稍早呢其实有一位老师哦 是带着一名学生来到了学校 我们也访问到他 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好因为我们小朋友的妈妈 她工作在那个金山的天籁上面 那因为那个受困了 那边都摊放好多的地方 所以妈妈没有办法来接她 所以昨天晚上小朋友跟我回家睡觉 然后今天我把她带来学校 看晚一点妈妈有没有办法下山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要再继续照顾 这样子 昨天所以你是小学那边的老师 对对对 那刚下的那个撤离状况 我们我们很快啦 就是校长就马上联络那个区公所那边 然后派车 所以我昨天就先跟了二十几个小朋友先撤退 撤退到区公所那边 对然后就小朋友也很安全 然后家长也放心 因为这边附近有几个小朋友的家 也有净水净得很严重的 对 那当下的小朋友他们会很方向吗 或是很担心 不会啦 不会因为老师都有安抚 都有在照顾他们这样子 所以他们 他们昨天去区公所 还算满满 心情还满稳定的 嘿 那其实呢 当时是有五名学童 来到这个区公所来进行安置 不过另外四名呢 都已经是被家长来接送回去 那这一名孩童呢 因为家长是住在山区的部分 因为这个道路受阻 没有办法来进行接送 所以这名老师才会带着这个小孩回家 那今天来到学校呢 也希望是说家长今天如果通路的话 可以把小孩接回去 那其实呢 这个学校是因为说他们在地势 比较低洼的部分 导致那个溪水暴涨的时候呢 整个水是从这个水沟盖淹上来 当时也淹到了膝盖以下 这个大概到脚踝的高度 因此当时是直接紧急的进行撤离 并且呢 在门口堆积沙包 避免了这个水再不断的淹上来 而后续呢 现在师生也在进行整理 校方评估呢 希望说在礼拜一开学之后呢 就开学之前 就可以把这整个校园的环境整理干净 让孩童可以安全地回来学校上课 那也像是我们现场最新情况 先将镜头转一个棚内